大家好,我叫杨静 我来自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 于2009年8月来到美国纽约州库克大学 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换生学习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余梦 来自厦门海外金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06级的学生 我是09年8月份来到这边的 学期一年将在10年的5月份毕业回国 我叫林静 是来自温州大学国际合作学院的学生 我是从去年8月份来这里的 至今已经7个多月了 我叫玛丽娜 我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我预计在这里学习一个学期 我目前到这里已经有一个月了 我选择在大三下学期大四开始的时候来到美国的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我想更加完善自己和提高自己在语言方面学术方面的能力 同时呢来到美国也为我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 我觉得这都是我人生宝贵的一笔 那么在大四下学期呢 我也在学校找到了一份work study的工作 也让我有了一些工作经验 所以在学习的同时我也在工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这边的课程和国内课程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很好回答 这边的课程首先比国内的课程少 每个学期根据不同的学科会有四到六门的课程 每学期呢会有十二到十八学分的课程提供给你 课呢相对来说课就比较轻松 其次这边的时间安排比较松 学生可以有很多的时间自己管理 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工作 也可以加入你自己喜欢的社团 可以进行更加丰富的校园生活 当初我决定来到美国的主要原因 当然是希望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 其次呢是锻炼一些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 大家也知道现在中国发展很快 对国际上有一些文化交流经济交流 我觉得就是出国一年来学习对我的自己个人发展 然后对以后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课程的话呢 我觉得像这边的课程比较注重案例分析或者是实践 然后老师会上课给你讨论一些问题 然后对于案例你有什么看法 然后老师很高兴你会说跟他一些讨论 如果你有不同方法不同想法的话 他会很高兴你跟他讨论 然后但是在国内的话 我觉得比较注重的就是理论的教授 然后注重根基 就是说理论根基的基础知识的教授 在校园的生活呢是很丰富的 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活动 比如说开学初的时候可以去做热祈求 然后经常周末的时候会有猜讲活动 每个星期天呢还有冰淇淋派对 总之就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活动 所以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这里的人呢都很友好 而且这是一个很小的学校 所以大家都是特别热情特别温馨的 这里的住宿环境也很好 各种设备都是提供的很齐全的 所以根本所以不需要担心任何什么事情 关于校园生活方面呢 我觉得在库克这里有很多的健全的设施 我们有一个体育馆 体育馆里面有健身房 游泳池以及一个很大的篮球场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咖啡厅 还有一个图书馆以及教堂 关于在宿舍方面呢 我住在Sunders 我的宿舍是我跟一个女孩一起住的 那个女孩人非常的好 我刚来嘛 然后对很多学校的东西都不是很 就是对很多学校的东西呢 都不是很了解 她就会帮助我 然后我就找 比如说我找不着我们学 我们的那个洗衣房 她就会非常热心的带我去 然后告诉我每一个 像是洗衣机啊 烘干机啊都怎么用 而且她会跟我讲一些学校里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晚上有一个party 在我们楼下呀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在学习方面 她也帮了我很多 我有什么不会的问题 都会去问她 关于食堂方面呢 我觉得开始来的时候 可能吃的不太适应 因为我们在中国都吃中餐嘛 然后一直到这里就开始吃西餐 然后很多女孩都觉得她会长胖了 可是慢慢的 我觉得食堂的东西还是很好吃的 尤其是她还有冰激凌 以及很多的 供给选择的饮品 总体来说 在库克的生活呢 是非常的好的 这边大学呢 让我感觉最好的东西就是 你每天都在接触不同的事物 有些事物呢 很多都是新的事物 有些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很兴奋 有些会让你觉得很失望 不是那么好 有些会让你觉得你瞬间很伟大的感觉 有些会让你觉得 就是有的时候人会很渺小 因为你站在的视野更高了 你站在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上 当你再去重新审视你自己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哦原来我是这样子 你能更清楚 更加真实的看清你自己 美国的生活 每天都在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 通往我之前未知的事物的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美国的生活 最精彩的地方 在这边我最喜欢的一些经验 就是我有机会参加很多不一样的活动 然后经常是try new things 就像说我们有很多的社团 我参加的其中之一就是stab team 那是一种就是很有节奏感的舞蹈 然后我觉得不仅是锻炼我的节奏感 或者是锻炼身体 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当地的美国学生交流 关于其他社团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比较提到的就是赛夫社团 它说的就是它是一个以类似像说金融经济之类的一个社团 它有机会因为我们是business的专业嘛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将我们的实际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理论当中 像这边的话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参加到一些公司的一些营销理念上 我们可以会做一些什么brainstorming 然后去帮助一些公司做一些理念上的东西 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做一些教授小学或初中同学 有关于经济的一些概念啊或者是案例啊这种 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很值得一试的 然后这边很多社团包括像什么钓鱼啊 或者是什么化学实验啊然后很多社团啊 反正基本上能想到的都会有 然后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加其中之一生活还是蛮丰富的 在这里所有的经历我都很喜欢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都可以让我成长 来到库克呢我们都会参加很多活动 比如说一些像是文化交流 还有电影还有一些那个社团活动 我最喜欢的呢是去体育馆健身 因为在家里那边健身房都很远 所以很少有机会 不过在这里体育馆里有一个现成的健身房 你可以它免费的提供你去活动 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坐shuttle bus去shopping 我们每个周末都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有 那个安排你去shopping的机会 然后你会去安排你的时间 然后去买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在这边生活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是必然的啦 因为我在中国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接近二十一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 来到这边第一次接触西方文化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困难 不仅是语言方面 像我们在中国学了九十多年的英语 可能来到这方面来到这边 你觉得你自己很不错了 但是当你真正开始运用英语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这边的人呢就是比较简单 他们喜欢把比较简单的 比较复杂的事情 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在国内 我们说苍蝇英语单词就是fly 但是我们来到这边 他们不说fly 他们说的是bug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就是不同的 然后他们在这边如果是争吵 他们就说fight 但是我们在中国说的就是coral 像这种词语他们就是不常用 所以一开始来 即使你英语水平已经到达一个高度了 你还是会觉得在这边交流上 你还是需要学习 怎么样更加轻松的和他们去交流 这个是语言方面的 其次呢就是生活方面的 这边的人呢很直接很简单 所以就是任何话题他都会跟你讨论 即使你第一次见他 他就会跟你说他的比较私人方面的 比较私人生活的感觉的事情 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怎么这个人我还不老熟 他就跟我说这些 但是后来相处之后 比较熟识了这些人之后 比较熟识了他们的文化之后 我觉得这也是人与人之间一种 很好的交流的途径 你可以了解这个人很多 然后决定要不要和他做朋友 要不要继续和他深入的交往下去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部分 说到就是让我惊喜的事情 就是说去年我刚来的时候 九月份嘛 然后我的室友知道那时候是我的生日 有一天呢他就是 我生日那天他就偷偷地准备蛋糕 然后还有布置我们宿舍 然后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当时说在的就是 当我在宿舍里面看到他 还有一些朋友们 然后端着蛋糕进来 真的我觉得在异国他乡 能感受到这种温情 我觉得是还让我挺感动的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学习上的困难 因为很多语言障碍啊 还有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来库克呢 有很多很多的跟中国都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让我最惊奇的是 很多人都能记住你的名字 就像我所有的课的老师 基本一节课 他们就知道我叫什么 然后有一次 我记得反正是好像是第二节课吗 我上retail marketing那节课 然后老师就会跟我讨论说 你们中国的名字 到底是first name在一起 还是family name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 他们对你很友好 而且就是他每次 现在每一次他点名的时候 都会叫我玛丽娜 而不是丽娜妈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关心你 就像我一样的不一样的 我真的想要去哪个人 每次都会讨论说 我来得问你 我做了一些事 我对你